11月5号 作为泰国历史最悠久的华文报纸 新鲜日报与中国极具影响力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并举行签约仪式 今天觉得很高兴 我们可以跟南方报业合作 签约仪式上 新鲜日报董事长 南方报业总经理 泰国国务院事务部部长 兼农业与合作部助理部长 及中国驻泰王国大使馆公使贤参赞先后致辞 签约现场还举办了航拍曼谷摄影展 并宣读了泰国总理英拉的课词 英拉总理表示 希望两家报纸能够继续承担起传播中华文化 加强中泰文化交流的责任 东盟卫视MGTV记者 何交方 沁邦 泰国曼谷报道